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十二章,事物和锁 那么在本章当中,我们将学习如下几个内容 什么是事物,什么是锁 那么事物和锁是两个联系非常密切的概念 它们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由于数据库当中是一个可以由多个用户共享的资源 那么当多个用户并发的数据时,就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那么事物和锁就完成了这项功能 那么事物在数据库当中,主要用于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防止出现错误 我们看一下事物 那么什么是事物呢 事物就是一组包含一条或多条语卷的逻辑单元 每个事物都是一个原子单位 在事物中的语卷被作为一个整体 要么一起被提交,作用在数据库上 使数据库数据永久的修改 要么一起撤销 对数据库不做任何的修改 对于这个问题比较经典的例子 就是银行账户之间的汇款转账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当中,在数据库里面主要是分三步来完成的 第一,原账户减少存储金额1000元 比如说1000元 然后目标账户增加存储金额1000元 然后第三步才是在日志文件中记录这个事物 那么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事物 如果操作失败,那么这个事物就会回滚 所有该事物中的操作就将被撤销 目标倡户和原账户上的资金都不会出现变化 如果操作成功,那么将是对数据库永久的修改 即使以后服务器断电 也不会对该修改结果有影响 那么事物在没有提交之前是可以回滚的 就是回到原来的状态 而且在提交之前 提交前当前用户还是可以查看到已经修改的数据 但其他用户查看不到这个数据 那么一旦用户被这个事物把这个事物提交之后 就不能再撤销修改了 Oracle当中的事物基本控制就有这样几个 一个是set,transaction,设置事物的属性 第二是commit,提交事物 第三个是sale point,来设置一个保存点 第四个是roll back,回退事物 那么roll back to sale point,是回退至保存点 一共这样几个 那么事物和程序是不同的 一条语卷或者多条语卷甚至一段程序 都可能在一个事物当中 但一段程序却可以包含多个事物 事物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把一段程序分成多个组 然后把每个组当成一个单元 而这个单元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事物 下面我们看一下事物的类型 这个认识事物 事物的类型有显示和演示两种方式 那么所谓的显示方式呢 就是利用命令来完成的 就使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语卷 那么演示的方式呢 就是该类型的事物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的标志 它由数据库自动开启 当一个程序正常结束 或者是使用DDR率就是会自动的提交 而操作失败时也会自动的回退 那么如果设置了O2 Commit 为打开状态 默认是关闭的 那么每次执行DDR买入操作的时候 都会自动的提交 那么命令的语法合适呢 就是这样的 再一看 O2 Commit Commit On 设置打开 设置关闭 都可以 Off设置关闭 那么事物在什么条件下结束 读者需要注意 否则呢 就会有丢失数据的可能 那么当有下列情况之一 事物呢 就会自动的结束了 一 使用Commit的事物提交 Robit的事物回滚 第二 执行DDR率举 事物自动提交 DDR语学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Create Drop这样的语学 那就是正常退出 Circle Plus的时候呢 你会自动的来提交 提交事物 那非正常退出 那么就是Robit 这个事物的回滚 事物呢 可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所以呢 这是比较重要的 在程序里面 我们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这是事物的类型 然后我们看一下 事物的保存点 在事物中呢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设置保存点 保存点呢 可以设置到事物中的任何地方 也可以设置多个点 这样就可以把比较长的事物 跟你需要分成较小的段 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当我们对数据的操作出现问题时 可以不用全部的回滚 只需要回滚到保存点处就可以了 比如说 在一个事物里面 前十段数据操作都是正确的 而后边的操作没有办法确认 开发人员呢 就可以在第十段操作结束之后 设置一个保存点 这样即便后面有操作错误 那么我们也可以回退到第十处 就不用进行重写了 那么一旦把事物回滚到某一个保存点之后呢 Olico就会将这个保存点之后的内容 持有锁给释放掉 这个时候先前等待被锁资源的事物 就可以继续了 而使事物回滚到保存点 下面几点是需要知道的 第一个就是事物只回滚保存点之后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回滚到保存点之后 它以后保存点就将被删除掉了 但是指定点会被保留 第三就是保存点之后的锁将被释放 但之前的会被保留 那么保存点呢 使用是非常方便的 怎么来设置保存点呢 就用sale point后面设置一个保存点的名称就可以了 就像在程序当中的设计 设置一个标签 我们使用go to 就跳到这个标签处 就这个保存点的设置 比如说 sale point 写个保存点的名称就可以了 比较简单 接着呢 我们下看事物的ACID特性 那么事物的ACID特性呢 它指的就是事物的原子性 一致性 分离性 以及它的持久性 那么原子性呢 它是指事物的原子性 就是事物中的程序 是数据库的逻辑工作单位 它对数据的修改 要么全部执行 要么完全不执行 原子呢 也就意味着它是不可分割的 不管有多少程序 只要它们在同一个事物里面 那么它们就是一个整体 它们要么全都执行成功 要么就失败了 那么事物呢 会把在失败的时候 会将其全部撤销的 这就是一致性 一致性呢 事物的一致性 指的是事物执行的前后数据库 都必须处于的是一致性状态 它是相对张独而言的 只有在事物完成后 才能被所有者看见 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比如说 在银行转账的时候 从A账户取款 但没有放到B账户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不一致的 数据也不是完整的 其他使用者是看不到A中修改后数据的 只有纯到B账户当中交易完成提交事物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修改后的数据 那么这个呢就是一致性 第三呢就是分离性 分离性呢是指并发事物之间不能相互的干扰 也就是说一个事物操作的数据不会被其他事物看到和操作 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持久性 持久性呢是指一旦事物提交完成 那么就将永久的被提交了 不能够被回滚了 即使被修改后的数据超的破坏也不会回到修改之前的数据了 这里面呢值得注意的是事物的提交很重要 但不建议读者频繁的来提交事物 因为每次在提交事物的时候都需要时间 如果一万行记录每条记录都提交一次事物 那么事物本身将是性能的主要消耗者 所以适当的减少事物提交次数比较重要 例如呢可以每一千行提交一次 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制定的决定 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学习什么是锁 那么数据库呢是一个庞大的多用户数据管理系统 由于在多用户的系统当中 同一时刻多个用户同时操作某种相同资源的时候 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而在逻辑上这些用户如果想同时操作这个资源是不可能的 而数据库中利用锁就消除了多用户操作同一资源的时候 可能产生的这种隐患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锁 锁呢是出现在数据共享的环境当中的 它是一种机制 在访问相同资源时可以防止事物之间的破坏性交互 比如说在多个绘画同时操作某一张表的时候 优先操作的绘画需要对其进行锁定 事物的分离性要求 当前事物不能影响其他的事物 所以当多个绘画访问相同的资源时 数据库系统会利用锁确保它们像对列一样依次进行 Oracle处理数据 经常用到锁是自动获取的 我们不用对它有过多的关注 但是Oracle呢也允许我们手动的来锁定某些数据 Oracle呢利用很低的约束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并发性 比如说某绘画正在修改一条记录 那么它仅仅是该记录会被锁定 而不是把整张表都被锁定了 而其他绘画呢可以随时的来读取操作 但读取的依然是修改之前的数据 另外呢Oracle的锁呢还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比如说当一个绘画对表A的某行记录进行修改时 另一个绘画也想修改这条记录 如果没有任何处理的情况下 保留的数据会有随机性 而这种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那么这种数据呢也被我们称为张数据 如果此时我们使用了行级锁 第一个绘画修改记录时 就把这行锁住的话 那么第二个绘画就会在这里面进行等待 这样呢就避免了张数据的一个产生 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锁的一个分类 那么在Oracle当中呢 实际上分为两种模式的锁 那么一种我们叫它排他锁 一种呢叫做共享锁 那么排他锁呢我们又管它叫做写锁 这种模式的锁呢 可以防止支援的共享 用作数据的修改 假如有事物T给数据A上 加上这个锁 那么其他的事物呢将不能对A加任何的锁 所以呢此时只允许T对该数据进行读取和修改 直到事物完成将该类型的锁进行释放为止 这就是共享锁 也叫做读锁 那么在该模式锁下的数据呢 只能被读取不能被修改 如果有事物T给数据A加上共享锁之后 那么其他事物就不能对它进行 再加上这种排他锁了 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写锁 只能加共享锁 那么加了这种锁的数据呢 可以被并发的读取 那么锁的实现并发是一个主要的手段 在数据库当中应用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很多的数据库都是由自动管理的 也就是说当事物提交之后呢 会自动来释放这些锁 然后我们看一下锁的类型 那么Oracle呢 为了使数据库里面实现高度的并发 它访问 它使用了不同类型的锁来管理 并发绘画对数据对象的操作 一共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共有DML锁 这种锁呢 被称为数据锁 主要用于保护数据的 还有DDL锁 主要是保护模式中的对象结构 还有内部的锁 它可以保证内部的结构完全自动调用 那么其中呢 我们DML这个锁呢 主要保证了并发访问时数据的完整性 如果把它细分的话 还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呢是行级锁 一种是表级锁 那么行级锁呢 也可以称之为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事物锁 当修改表中某行级录的时候 就需要对将要修改的级录加上行级锁 防止两个事物同时修改相同记录 事物结束 那么这个锁呢 就会自动的来释放掉 是力度最细的一种锁 那么这种锁呢 只属于行 只属于这种排他锁 它就是表级锁 它主要作用是防止在修改表的数据时 表的结构不会变 比如说绘画S 在修改表A的数据的时候 它会得到表A的TM锁 就是它的表级锁 而此时呢 将不允许其他绘画 对该表进行变更和删除的操作 那么在执行DMR操作的时候 数据库会先申请数据对象上的共享锁 防止其他的绘画 对该对象执行DDR操作 一旦申请成功 那么则会对将要修改的记录申请排他锁 如果此时其他的绘画正在修改这个记录 那么等待其他事物结束之后 再为修改的记录加上这个排他锁 那么表级锁呢 也包含如下几种模式 一个是RowShell这种模式 是行级共享锁 在这个模式下呢 不允许其他的并行绘画 对同一张表使用排他锁 但是呢 允许利用DMR语句或者是Lock 这种锁定的命令 锁定同一张表当中的其他记录 那还有就是RowExclusive 那么是行级排他锁 该模式下允许并行绘画 对同一张表的其他数据进行修改 但不允许并行绘画 对同一张表使用排他锁 也就是Shield 也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共享锁 在这个模式下呢 不允许绘画更新表 但允许对表添加RS这种锁 也就是这种行级共享锁 再有呢 就是共享行级排他锁 在这种模式下 不能对同一张表进行 DMR操作 也不能为它加上这种共享锁 再就是最后一种模式 排他锁 在这种模式下呢 其他的并行绘画不能够对表进行DML或者是DDL的操作 这个表只能读不能写 另外呢 DDL锁也分为三类 有排他DDR锁定 那么如果对象加上了该类型的锁 那么对象不能被其他绘画修改 而且该对象也不能再增加其他类型的DDR锁 如果是表 这个时候可以读取数据 那就是共享DDR锁定 它呢 能够保护对象的结构 其他绘画呢 不能修改该对象的结构 但是允许修改数据 最后一种类型呢 它是能打破的解析锁定 就是类型的锁可以被打断 但是不能禁止DDR的操作 那么这些呢 就是锁的类型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锁等待与死锁这种现象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 由于占用的资源 不能够及时的被释放 而造成锁等待 也可以叫做这种锁的冲突 锁等待会严重的影响 数据库性能和日常工作 比如说当一个绘画修改表A的记录时 它会对该记录加锁 而此时 如果另一个绘画也来修改这条记录 那么第二个绘画会因此 得不到排他锁而一直在等待 这个时候呢会出现Circle 数据库长时间没有想用的现象 直到第一个绘画把事物提交来释放 说那么第二个绘画才能够对数据进行操作 那么所等待的现象呢 也是经常发生的 比如说 我们呢 要修改产品信息表中的产品的ID这个字段 我们已经提交了 但是我们已经更新之后呢 但是事物没有提交 然后呢 我们再打开另外一个窗口呢 我们同样执行 对我们Product ID呢 就是说 对我们产品信息表这个ID 再继续进行修改 这个时候 它就不会提示更新 而是一直的在等待 你这种状态呢 就叫做锁的一个等待 那么死锁的发生呢 和锁等待是不同的 它是锁等待的一个特例 通常呢 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绘画之间 假设一个绘画 想要修改两个资源对象 可以是表 也可以是字段 修改这两个资源的操作呢 在一个事物当中 当它修改第一个对象时 需要对它进行锁定 然后等待第二个对象 这时候呢 如果另外一个绘画 也需要修改这两个资源对象 并且 已经获得 并锁定了第二个对象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死锁的现象 因为当前绘画锁定了第一个对象 等待第二个对象 而另一个绘画呢 就锁定了第二个对象 等待的第一个对象 这样两个绘画呢 都无法得到 它想要的这个对象 于是呢 就出现了这种死锁的状态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操作当中呢 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死锁的发生的 那么产生死锁的原因呢 大致有这样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用户没有良好的编程习惯 偶尔呢 会忘记提交事物 导致长时间的占用资源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操作的记录过多的时候 而且操作过程当中 没有很好的对它进行分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对于数据量很大的操作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极主 然后提交事物 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长时间的占用这个支援 第三个呢 就是逻辑错误 那么两个绘画都想得到 占用的这种资源 那么如果操作的数据对象 长时间没有反应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 所阻塞的这种可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 OEM企业管理器进行查看 那么在我们实际操作当中呢 要尽量避免死锁现象的发生 所以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提交事物 那么在本章当中呢 我们就介绍了 什么是事物 什么是锁 主要包括了事物的类型 如何使用事物 以及事物的特性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锁 锁的类型 如何产生的锁等待 与死锁的这种现象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